来了,兄弟们,欢迎收看虾七八谈,我是老虾 上个月月底,魔兽世界国父经历了500多天的听覆后 终于是宣布重启 毕竟玩家那么多,暴雪不可能就放弃掉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 也是选择再次和网易合作 其中肯定也有不少利益牵扯,就不是咱们考虑的了 随着国父回归呢,玩家们也是陆续打开了当初尘封在硬盘中的电子骨灰盒 重新踏足爱泽拉斯大陆 原本空荡荡的服务器也扁得热闹起来 不少已经退游,或是转战其他服务器的老玩家也是纷纷回归 同时暴雪的福利吸引了不少新人入口 导致服务器几乎都处于爆满状态 每次上线都要排好长时间队 魔兽玩家最近可以说是神有体会 直接唤起了零几年魔兽世界火爆时期的回忆 本期咱们就来聊聊魔兽世界国父曾经出现的那些 和三季岛齐名的神人玩家 作为魔兽世界国父最早的网红 苍天哥当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那一口标准的四川普通话 配上频出的骚话段子 被无数魔兽玩家称为浑身是梗的男人 苍天哥本名黎明科,四川人 最早而起去脱塞德里联盟的一位人类战士 原本的苍天哥就是一名普通玩家 每天就是打打怪,刷刷战场什么的 但天生自带的喜剧天赋 让他按捺不住那颗闷脏的心 总想在网上显摆自己 于是他将自己的游戏过程 制作成各种恶搞视频发出来 并且自称高端职业玩家 简称高玩 他的视频中没有一人单挑boss的高端操作 也没有PK屠杀其他玩家的残暴行径 但就是无处不在的段子和搞笑的游戏画风 一出场就能让玩家恐怖大笑 在零几年直播还没盛行的时候 苍天哥的恶搞影片 在魔兽玩家间疯传 活遍全网 每次在无聊排队 或是玩累了挂机的时候 玩家们都会打开他的影片大发时间 小伙一阵后 苍天哥心想 我可是一名高玩 总不能天天恶搞 让大家笑话吧 总的也得展示一下自己的技术 于是他和另一位魔兽妹子 伊拉狗多次合作 制作魔兽世界的教学视频 但苍天哥要装备有段子 要技术 有段子 被一本正经的教学视频 影视上带拼成相声节目 十年的教学视频 硬是一个人都没啥 他的骚套路非常多 也很简单 是个人一学就坏 但学会了发现 好像并没有什么乱用 08年的时候 苍天哥就成了 网路上最红的原创视频作者 但人红是非多 苍天哥的爆火 引来了很多骚扰 虽然他每天 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游戏中 但每次能自由玩的时间 就停手了 很多玩家跑来找他聊天吹牛 他又不想辜负粉丝的热情 十分钟有九分钟 是在回复消息的 无奈之下 纯能将自己的魔兽账号删掉 一段时间之后 或许是舍不得艾斯拉斯 苍天哥又在八区火猴 注册了一个新的联盟账号 当时的火猴服务器 部落玩家数了多 占据了很大优势 经常将联盟阵营玩家 打得抬不起头来 不少联盟玩家以外落单好 就会被部落围攻 杀人首尸 苍天哥来到火候之后 原本玩家以为 他只是一个逗逼的视频创造者 没想到 他却凭借着网上积攒的人气 拥有了强大的号召力 迅速组织一大批联盟玩家 进行反击 虽然他本身的角色并不强力 真正的高玩杀代 几乎都不掉血 但他仍然不服输 有玩家回忆 有次苍天哥在雷霆崖 一人面对几十个部落 仍然英勇冲锋 十周分钟 苍天哥都没死 一直被变扬 后来 苍天哥更是召集了 全服的联盟玩家 对部落四大主城 进行了20多天的疯狂徒录 从奥哥瑞玛到银月城 杀的是遍地白骨 导致很多部落玩家 被逼到转服或者扇号 以至于蛮长一段时间 火候都处于部落玩家 几乎全无的鬼扶状态 2009年 不知怎么地 苍天哥再次选择离开魔术世界 而这一次 他将自己的游戏账号 放到网站上拍卖 起拍价一块钱 最后以27886的价格 被一名玩家派走 要知道 当时27000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况且苍天哥的账号 真算下来 也没多少值钱 也许是名人效应 也兴许是他的粉丝支持 总之 苍天哥在天价买好之后 就淡出了大宗事业 2018年直播行业兴起的时候 苍天哥曾短暂的回归直播过 但大家都知道 这行业竞争压力大 消失几个月都没人记得你了 更何况是十几年 因此他的人气 还不如一些新人主播 如今能记得他的老玩家 国际也没多少 最多就是提起 他名字的时候想起来 哦 好像看过他的搞笑段子 尽管已经是个 没人记得的过期网红 但苍天哥仍然在 自己喜欢的游戏中活跃着 他曾大红大死过 有人说 如果苍天哥当年 继续在网路上玩下去 顺便买买肉松饼啥的 现在说不定 也能成为一个一线大主播 开豪车 住豪宅 玩网红 可能对于他来说 在魔兽最火爆的年代 辉煌过 就够了 这是2006年的《魔兽江湖》中 出现的一个个人恐怖主义敌人 一须国王之谷AAA工会的巨魔母师 春去春有来 被玩家们尊称一声春教主 春教主独创的玩法 堪称游戏世界里的恐怖活动 有一次 春教主偷偷溜进 立格工会的MC进度 因为当时MC副本一天打不完 春教主当机勒索一千斤 否则就黑掉脚好箱子 对方团长一看 只能咬牙花钱消灾 当春教主如愿拿到赎金后 还是自飘了 瞬间引起江湖追杀 这个手法由春教主独创 并且因此而闻名 当时一区的一个顶级工会会长被调号 人物角色被删除 嗅娟敏锐的春教主 抢住对方会长的ID建立了小号 用于诈骗该工会的成员 等到工会会会长人物角色数据恢复以后 只能憋起的重新奇妙 春教主做出这种种不要脸的事迹 通通被发到NGA玩家社区上 但他本人一副死住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和网友对骂 啊 就是老子干的 你能拿我怎么列 殊不知如此嚣张的态度 让他瞬间犯了众诺 你在游戏里使个坏 大家吐槽几句就算了 还这么理直气壮地跟人对喷 于是大家纷纷人肉春教主的信息 有玩家根据他的账号 查到了联系电话 进一步追查到了家庭信息 学校 经常出没的网吧等等 这一下可把春教主吓坏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被开河网报 是真有可能被陷下真实的 参考同学们的主角 就被人陷下回堵追杀 吓得他赶紧在网站上向网友盗窃 然后表示3号退网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正义的玩家们产出了一个游戏界的坏蛋 不到一个月 国王之谷又出现了一个 ID叫麻园彰化的巨魔牧师 不管是长相和装备 和原先的春教主一模一样 甚至还继承了春教主 在AA公会的DKP 感情你小子玩了一招戒时黄魂是吧 而且他的新ID叫麻园彰化 这个人可是恐怖主义的头头 其这个名字啥意思 就不言而喻了 随后春教主的事迹彻底出名 居然还吸引来了一众信徒 加入他的公会 也许是之前被网友开河整怕了 每次做坏事 春教主自己不出手 把这些手段通通传授给教徒 让他们去做 而他的这些教徒 完美继承了春教主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的精神 小的欺负新人骗卡 大倒游戏中勒索私票 甚至多次利用bug 引发服务器卡顿 成为了一个毒瘤组织 据说当时的国王之谷 有三个阵营 部落 联盟 以及春教主的AA公会 足以见得他的影响有多恶劣了 他曾是魔手世界部落玩家的精神领袖 也曾是联盟小号玩家的噩梦 他的存在颇具争议 每次出场 都会争得部落的喝彩 和联盟的大骂 他就是曾经在二区 阿加马甘的一名牛头人战士 骑牛王 和苍天歌遇到的情况一样 阿加马甘的部落阵营 一直处于弱势 双方之间的摩擦 经常是以部落被打败结束 但大多数时候 联盟和部落还是比较和平的 随着骑牛王的出现 一切发生了改变 他始终相信 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 才能改变部落的弱势地位 于是 他开始不断地挑起 和联盟之间的战争 并且每次都带领 自己的铁血先锋团 身先世俗 鼓舞了无数部落玩家 也激起了部落玩家的热血 纷纷追随他 对联盟发起反击 并且将他视足部落的精神领袖 在骑牛王的指挥下 针对联盟进行上百次的徒充战役 让当时的联盟玩家恐怖堪言 由于骑牛王对联盟的无差别攻击 以及经常率领一大群人 屠杀联盟小河河蹲走尸体 一些原本爱好和平的联盟玩家 也被迫拿起武器参战 有玩家回忆 骑牛王带人攻打铁卢宝一战 当时骑牛王仅仅带了30多人 但铁卢宝作为联盟重镇 哪能轻易地被攻陷 联盟玩家开始奋力抵抗 一开始 骑牛王一方还能打得平分秋色 随着越来越多的联盟高战支援 布鲁玩家很快就坚持不住 被杀得丢盔卸甲 骑牛王眼看形势不对 立马骑着坐骑跑路 留下30多位兄弟被联盟包围屠杀 即便是被打得惨败 他也会在博客中美化自己的形象 有人说 他是拯救布鲁的英雄 也有人说 他是阿加马甘的罪人 一个只会挑起战争的屠夫 因为他 阿加马甘联盟和布鲁的玩家 没有体会到游戏带来的乐趣 只感受到了浓重的仇恨 让整个艾兹拉斯大陆被战火包围 还有人觉得 骑牛王就是一个小人 为了出名 不断发起对联盟的进攻 并且让自己的手下兄弟替自己送死 美其名曰保留希望的火种 实际上 是他也怕被人杀人首饰 不过在骑牛王的影响下 阿加马甘的PVP氛围 超越了所有服务器 成为国服玩家关注的焦点 并引起官方注意 2007年6月29号 骑牛王决定率领布鲁大军 攻打联盟主城 由于媒体的宣传 当天有7万人在线 观看这场战役 这也是骑牛王第一次 在网上公开露面的工程活动 本以为胜券在握 但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联盟玩家早就做好了防守 以人数的优势 阻止了部落的突袭 同时还反过来 大举进攻部落主城 拿下胜地 些难怪 工程站主打出其不易 打一个措手不及 你居然大摇大摆地直播 对手把你的新军路线 和人员配置看得清清楚楚 能打赢就见鬼了 2008年12月18号 不服输的骑牛王 发动了魔兽3.0版本 部落精英击杀联盟领袖的战兆 遗憾的是 这次活动仍然是 以部落战败告终 两次直播 两次失败 带给部落玩家不小的打击 同时也给骑牛王 本人带来的信任危机 尤其是后来的联盟 连续击杀部落首领的 黑熊们战役 更是给其当头一棒 部落玩家开始质疑 骑牛王的能力 并且反思不断发起产生 到底有没有异议 论坛上商讨骑牛王的言论 越来越多 不久之后 心灰意冷 且名誉扫地的骑牛王 在博客宣布 永远退出魔兽世界 尽管后来偶有骑牛王 在某某服务器卷土冲来的消息 但大多都是有人 在模仿冒充他 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玩家 在部落烈士的时候 站出来 带领部落玩家反抗 能让那么多部落玩家 为其效忠 说明他也是一个 极具人格魅力的领袖 但滥杀小号 卖队友 以及高调的战争狂人行径 又让他不像是一个 纯粹的英雄 他热爱游戏 喜欢被追随 享受荣誉加深的感觉 这也是他世道寡住后 接受不了失败 退游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管怎么说 骑牛王确确实实 改变了魔兽世界 PVP的游戏环境 就像他在博客中写的那样 游戏里的事情 就用游戏里的方式解决 这里是夏七八谈 下期再见